原标题 值得警惕 日本电机数年的真航母终于来 启将F35B以内入计划 日本是一个非常有野心的国家 众所周知 二战中日本侵略了多个国家 对整个南亚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而是后组为炸败国 日本被限制发展军事武装 仅仅只能保留一些最基本的自卫武装力量 并且日本不能发展进攻性武器 这也是日本的军队叫自卫队的原因 但是日本海军的发展 却远远的超出了其自卫的要求 目前日本光是宙斯盾战舰就有12艘 分别是秋月级4艘 金刚级4艘 艾当级两艘 27DDG二艘 是除中国外亚洲宙斯盾战舰最多的国家 其中艾到级和美国 目前使用的宙斯盾战舰并没有什么区别 同样可以发射标准三动能拦截弹 拥有极为不俗的弹道导弹拦截能力 而电视中的27DDG更是一艘满着排水量 超过一万吨的大型驱逐舰 金刚级满载排水量9500吨 艾到极满载排水量1万吨 27DDG满载排水量10250吨 搭载96单元的MK4-1型通用导弹搬射系统 全舰采用全燃复合电推 整体性能十分先进 除了驱逐舰以外 日本还建了四艘直升机航母 分别是两艘日向级 两艘出云级 其中出云级12战后 日本建造到最压的战舰 其满载排水量高达2.7万多 已经超过大多数同类舰船的排水量 就连土耳其在舰的站 绿头送舰满载排水量也只有2.7万多 再变成航母后排水量2.4万多 一时间很多诸迷都认为 日本的出云级有变成航母的打算 其实出云级改变成航母 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其舰体长度248米 整舰宽度达到了38米 设计之初就已经考虑到了 呆在F-35B战斗机的能力 这从奇迹库高度就能看出来 完全可以满足F-35B的停放要求 而且升降机也十分巨大 最重要的是出云级直升机区逐渐 有两部升降机 除了甲板中间的一台升降机 外在先等 后方还有一台侧弦升降机 前面的升降机用作回收作业 后面的升降机执行提升作业 完全可以满足F-35的升降 除此之外出云级 还有热向机 不具备的两线运输能力 侧面有大型灯路口 装脚车辆可以直接通过跳板驶入机库 或者是运输舱 这一点和土耳其的战略投送进一模一样 唯一限制出云级搭载F-35B的因素 就是齐飞行甲板 因为此前不管是大云级还是日向级都仅仅考虑了直升机起降能力 出云级也是如此 起降直升机这类的装备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F-35B就不行了 垂直降落的时候 F-35B发动机更换会向下偏转进90度 高温燃气对甲板的伤害非常大 不过这可能是日本为了当时建造的时候 避免过肚次击中边国家而做出的折衷之举 不管怎么说最近日本的辽阳还是 露出来了 最近根据日本电视台播放的消息 日本打算对出云级直升机驱逐舰的甲板进行改造 以满足大ZF-35B的要求 再加上其两期投送能力 出云即将是一艘不折不扣的多任务航母 这也直接暴露了日本海军的野心 我们需要高度警惕 日本这种军国主义复必思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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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